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terial Animation 它是透过材质编辑器来编写动态的材质效果 编写的方式跟Blueprint很像 这些动态材质会经过显像卡来做所谓的Shader运算 影响到的并不是只有光影和色彩而已 也可以对3D模型的顶点位置产生影响 从而产生例如波浪或是果冻晃动的效果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Unreal Engine 强大的水面的效果 第三种是特效动画 Visual Effects Animation 或者我们通常简称为 VFX Animation 传统上是像火焰、爆炸、水花等等之类的粒子效果 那不过现在有一些像是这种万马奔腾之类的动画 也都是用特效动画的方式来处理 那例如在 Unreal Engine 5 的展示影片里面 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很多蝙蝠被主角惊吓 然后飞出洞穴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呢 它其实就是用粒子系统的方式来处理的 所以它是一种特效动画 那这三种方式单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主题 而对初学者来讲 那当然还是先学会骨架动画 我们再来考虑其他的方式 骨架动画涵盖的范围很广 除了角色动作之外 那射击游戏里面的枪支上膛 或者赛车的甩尾 也都是骨架动画 不过我们先把范围缩小在角色动作 也暂时以我们很熟悉的第三人称饭盆里面的 这个角色来做例子 那在这边先说个题外话 这个角色它的名字 英文我们把它称作是mannequin 那原本它是指橱窗里面的服装模特 像这些服装模特 或者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常用的这个木头人 我们也把它称作是mannequin 那这个字其实原本是一个法文字 所以它原始的念法其实跟英文差蛮多的 我们来听一下 mannequin 听起来有点像日文 这个什么讲什么讲 有种意外的亲切感 我们言归正传 打开一个新的第三人称游戏专案 在打开里面的mannequin这个资料夹底下的character mesh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 skmannequin 就是我们manjun 它的3D模型档 然后第三个档案 这个就是它的骨架 那中间这个档案是用在物理模拟用的 那这边我们暂时先忽略掉它 那大家记得在unreal engine里面 不带骨架的3D模型 例如画面上面的这一个方块 我们把它称作是static mesh 静态网格 而带有骨架的3D模型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manjun 那就被称为是skeletal mesh 骨架网格 这两种模型通常都是在其他3D软体里面 修改完成之后 再输出成fbx的档案格式 然后再导入到unreal的游戏专案里面 那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manjun 在maya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那当它输出成fbx档案的时候 是单独的一个档案 但是在unreal engine里面导入的时候 任何skeletal mesh都会被分成 它的mesh的部分 就是模型的部分 跟骨架的部分 会分开成两个档案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skmanjun 这个档案 那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视窗 这个城市 我们称作是animation editor 动画编辑器 它实际上是由5只城市所组成的 我们目前打开的 这个是它的mesh的部分 就是显示模型的部分 如果我们点选skeleton这个地方 那出现的是它的骨架 那在unreal engine里面呢 其实真正骨架本身 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所以骨架它其实是 以这样子的一种树状的方式 呈现出来 那为了方便我们在画面上面观看 所以骨架会指定一个预设的模型 来在画面上面呈现它 就是我们在这边的 这一个preview mesh 预览模型 这个部分来设定 这个模型是可以换的 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说明 那在这边的一些按钮 那像这个部分 就跟我们在关卡编辑器里面操作 是很像的 这个打光方式 这个也是一样 那在show这边我们可以选择 把一些不想看到的部分关掉 这边我先不管它 那character这边我们可以指定 只显示某一些部分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它整个mesh关掉 它就不会显示mesh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做了 我们比较会用到的是 底下bong这边 bong是在动画里面 bong主要指的是 单独一根一根的这个骨头 我们称作bong 整个骨架我们称作skeleton 好那所以这边我可以选择 我要怎么样显示骨架 那目前是selected only 比如说现在我选到 比如说我点选这个位置 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 换一根好了 选到它的 在这个地方 骨架这边 它预设的transform 就是预设的变换显示 是选在旋转这边 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 骨架是没有办法拉长缩短或者位移的 通常它只能够做旋转 会拉长的只有鲁夫而已 好那不过我们这边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看清楚 好那我把它这样子切过来 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橘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选取到的一根骨架 那在bong这边如果选择all hierarchy 整个阶层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角色完整的骨架模型 就会通通显示出来 好然后再来 第三个标签是animation 那在这边就会显示 这一个角色目前能够做的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也都是在 像Maya这样子的3D软体里面 调好之后 它也是一个一个输出成FPX档案 再导入到我们的游戏专案里头 那在这边我只要选择到任何一个动作 好我们看到在旁边就一个小小的 预览画面然后有一些资讯会显示在那边 那如果在这个动作档上面直接按两下 好那我们就可以实际看到 这个动作的播放 那底下就是它的整个时间轴的显示 好但是在Unreal Engine里面 这些部分有一些是可以调整的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课是开在大二 同学们还没有学到角色动画这个部分 那所以有关怎么样去做角色的模型 然后怎么样调整动作等等等等 这个是大家未来会学到的 那在目前呢我们就暂时不来跟大家讲 怎么样去设这些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等一下会直接用虚幻商城里面 现成的模型跟动作档来介绍这整个系统的使用 那接下来第四个标签是一个Blueprint 那这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lueprint 我们在下一段影片里面会再另外跟大家介绍 那第五个标签是物理模拟 所以这个我们在比较后面的课程 再来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目前在Animation Editor这个地方呢 我们比较常会用到的是Animation 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我们的专案先关掉 这边我都把它先关掉 那我们先回到游戏启动器 Epic Game Launcher这边 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例子里面 我们要使用到虚幻商城里面的两个资源包 第一个资源包叫做Animation Starter Pack 它是一个免费的资源 所以大家等一下操作的时候 就直接搜寻 在上面Search Product 搜寻产品这边 直接打Animation Starter Pack 搜寻到之后 你就购买 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刚刚所见的 那一个第三人称游戏专案 那这个是一系列的一些可以用在 Man장上面的动作 那它叫做Starter Pack 也就是它其实主要的用途 就是用来做学习的 第二个我们会用要用到的资源包呢 我们称作Scan3D People 在这里 抱歉我照一下 OK 这个Scan3D People Pack 扫描扫描的3D人物资源包 那这个资源包 它本来的用途是用来做 建筑导览图里面的这些 路人加以丙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这个上班族的打扮 那我们使用这个资源包的原因是因为 一方面这个资源包 它也是免费的 二方面这个资源包里面的 所有这些角色 它的骨架跟Man장 跟我们的那个机器人 它的骨架是完完全全相通的 完全相容一样的骨架 那所以也同样的请大家搜寻 这个资源包 加入到我们刚刚的专案里头 我们重新打开刚才的专案 来很快的看一下这两个资源包 那后面一个是3D扫描人物的 资源包 在Sync这边打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RpSync就是一个展示关卡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角色 那每一个角色就放在 RpCharacter这个资料夹 个别的一个每一个每一个资料夹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角色是Eric 所以在这个资料夹里头 我们打开来看 那它现在是一个这个标准的大字型 那如果我们切换到骨架 Skeleton这边的时候 会发现显示的又变成我们的Man장了 因为Man장的骨架跟Eric 两个是互相相通的 而在骨架本身这边设定的预览的 这个网格 还是原本的Man장这个网格 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原本第三人称专案里面的 玩家角色换成这个Eric 那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 Animation Starter Pack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动作 如果直接打开它 就是进到Animation Edito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作 那如果我们往下卷一点 那这边有一个展示的关卡 那这个展示的关卡 如果你先按下Play的时候 画面会跑掉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第三人称专案 所以我们在Project Setting这边 设定的当然就是 Third Person Game Mode 那我们可以把这边改掉 或者在这一个关卡的 World Setting这个地方 在Game Mode 我们把它改成Game Mode Base 那它就会暂时的 不用第三人称的Game Mode 那我们再把它的视角拉回来 我们 jump到Bookmark 1 那可能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按下播放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每一个角色不同的动作 那我们在更后面一点的影片 会介绍怎么样把这些动作 加到我们原本的角色上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